今天归纳出5点狗狗走私了怎么办的处理方式 第一点行动 马上出发到狗狗走私的地方方圆3公里内进行地毯式寻找 并且大喊狗狗的名字 通常狗狗走丢初期都会待在原地或者是一些主人带他去过的地方 第二点询问 从住家开始的左邻右舍开始询问 或者是家里有养狗的 以及宅配送货员 杂货店 槟榔摊 便利商店 早餐店 一个一个询问 不犯过任何一个人 也可以硬程寻狗传单 每一个人边询问边发送 街坊邻居也会帮忙注意的 最后再请里长进行广播 第三点善用网路资源 接下来把狗狗的照片PO到你的生活圈的粉丝团 以及一些狗狗走私社团 PTT的地方版以及狗版 网路的力量靠大家分享会快得很多 在一些收容所刊登邪寻资讯 第四点 定期注意收容所及警察局 这里说的注意警察局 是说说不定有人捡到狗会直接送到警察局 就像我们捡到钱的直觉反应也是送到警察局 收容所每天都会更新最新的收容状况 也不排除有人捡到会直接送到收容所 当然做了这么多就是近代消息 如果还没有回来的话下面一点是最重要的 最后一点就是不要放弃 其实狗狗走私的有的幸运几天就回来 有的则是好几个月才能重聚 不要因为日子一天天的过而放弃 要保持正向观念 也有很多狗狗是好几年之后才与主人重聚 但是狗狗依然还记得主人的 当然狗狗走私的原因有很多 外界的吸引或者是主人的不注意 重要的是你们可能相处了几个月甚至几年 狗狗它会记得你的样子 还有希望大家在路边看到家犬走私 记得送到最近的动物医院 扫描晶片联络施主 若是有晶片的狗路边捡到 拿回家自己养的话可是会处罚的哦 希望狗爸爸狗妈妈看到这个影片可以得到帮助 如果你的宝贝狗不小心走私了 请记得影片步骤 希望每个狗宝贝都有好的归宿 那影片就到这了 哎哟希望今天的影片资讯有帮助到你 那我们下部影片见 拜拜啦